我去年是一语 接受斯里兰卡总统的邀请 做了九天访问 啊 九天当中 我跟总统见面四次 每一次时间都超过一个小时 啊 第一次见面 到达那个地方 晚上请我说晚饭 有个晚宴 啊 我们谈到三个多小时 啊 九天访问 令我感到非常惊讶了 之前 我对于佛教 能不能在佛心 没有信心 啊 仔细看到之后 我的信心升起来了 啊 他们全国的人 把佛陀的教会 啊 落实在生活当中 啊 第一次 时间长 我看了四个学校 小学 中学 我走进他们的教室 让我第一个感触 我回到了抗战时期 啊 抗战时期 我念小学 念初中 跟现在斯里兰卡状况 完全相同 啊 我回到六十多年前 像我这样的念念 我说这个话 大家能够体会到 那个时候的学会很可爱 啊 人与人当中 没有猜忌 啊 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社会上有坏人 没想过 啊 学生 生活虽然不富裕 快乐 幸福 啊 学习非常认真 啊 专注 对老师 对老师有礼貌 啊 老师给我做报告 告诉我们 他们的学生 在家庭里面 早晚 都还 学习着 无礼 啊 早晨跟父母请安 要磕头的 啊 要先借助理 磕头 磕头 手 摸到父母的脚 借助理 那么到学校 见到老师 要先借助理 这个现在 看不到 我看到这两条 佛法复兴 有可能 啊 这个地区 真正能保持 再把大臣 在这里发扬扩大 佛法复兴往前来 啊 让全世界的人 都到斯里兰卡去看看 啊 佛陀教育 在全国推行的状况 所得到的效果是什么 一看就明白了 啊 啊 这个学会 安 活 落 力 这四个字才读得到的 啊 安稳啊 安定啊 活血 活目啊 快乐啊 啊 利益其实是 物质 生活 差不多是平等的 啊 也没什么 太富太贫 啊 贫苦人家的小孩 受到同样的教育 因为他们的教育 是国家负担的 不要交学费的 等于学生上学 通通是免费的 小学免费 中学免费 大学也免费 啊 学生穿的衣服 相同的 学校发的制服 一样的 啊 迎时齐聚 一律平等 学生在一起 欢喜 啊 没有是你家富贵 我平坚 没有 没这个年度 啊 出家人 受到社会大众尊敬 任何场合 出家人站在前面 啊 总统见到出家人 都顶礼 啊 二出家人 全部都是老师 他们肩负起 佛教的教育 我们看到欢喜 看到感动啊 啊 星期天 是全国 在校的学生 接受佛陀教育 在寺院里 啊 每一个学生 星期天 一定要到寺院里 去上空 啊 每一个出家人 都是老师 都能言善道 啊 今天要看 佛教 到塞里兰卡 真正看到了 其他地方 我没看到 其他地方我没看到 我没有看到 说明啊 不得了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就能让他 就能拿到 那儿